MONSTER 攻擊 嘿嘿嘿 小畫家 不急不急 給你殺必死 大放送 嘿嘿 掰掰 最後一集 好 今天我們來分享一下這一套月光的牌組喔 說實在這一套組法最比較痛苦的抉擇是紅服喔 呃 紅服當然最好是放兩張啦 畢竟 對 就是 第一個 他可以抗子定以外 欸 讓月光怪獸抗子定以外 就是可以讓對手攻擊力變低 可是 唉 你也知道 你們應該都知道 現在很多後台啊 動不動就蓋三張 蓋兩張 然後 對不對 當然 你後台的話是可以用兔子啊 但有時候 尤其是前期喔 你 你目的沒有東西 啊 兔子的話常常也就發動不了他的效果 所以說 我昨天 欸 昨天在實況的時候呢 我自己是 把 把 放了一張颶風 然後狠心的 把一個紅服拔掉 當然 這個也是 每個主把一能而異喔 沒有一定的對或錯 這個也是給你們做參考 那我原本是用紅服兩張嘛 然後那時候就是放一張夜間射擊 嗯 就是被搞過喔 對 所以說 當然夜間射擊呢 你們也可以改成什麼 你們可以改成那個聖牆 啊 聖牆也不錯 聖牆也不錯 就是可以 躲一下營火 啊 或許說 欸 你們也可以這樣組 這樣組其實也不錯 啊 不過我昨天是這樣 我昨天是拿一個颶風喔 因為畢竟這一套很容易 發動到命運抽牌這個技能 嗯哼 命運抽牌就是 免得有玩家不知道阿 就是 我方每次減少兩千生命值的時候 在下一次抽牌的時候可以直接 直接從牌組任意選一章直接抽出來 不過這技能太強了 所以說一場決鬥只能用一次 講到這個我就想到 當初 當初命運抽牌的時候 是沒有這個限制的 然後 就是每受兩千生命值傷害 就可以每一個命抽 就可以每發動一次 那時候就是搭配自閉喔 可是後來 把它改 改掉變成 一場決鬥只能用一次 嗯 順便講一下而已 好 那至於組法來講 應該就是一能而易喔 那 組法的話 甚至也有不少人是用粒子的小球啦 當然用粒子小球也是OK的 也是很OK的 尤其是對到那個電子龍 對到電子龍那種東西喔 好 那種打三下打兩下的 好 粒子小球一張卡就解決 欸 不過 粒子小球我之所以 沒有給他考慮進去的原因 主要是因為 因為我們的月光嘛 我們月光基本上 讓他的回殺combo 就是要對手有一個攻擊表示的 攻擊表示的那個怪物 怪獸 啊 攻擊表示的怪獸 然後我們再透過紅 把它變成零 然後再透過那個貓雞 貓雞給他打兩下 這是最最常見的combo嘛 可是粒子小球 就是會把它轉手 喔 轉手就有點便扭了喔 然後原本可以 原本可能已經可以回殺 結果他是首輩表示 那當然這種情況 你也可以用這個 這個超亮喔 不過這一張超亮說實在我 幾乎沒有用出來喔 他的效果幾乎沒有用到 嘿嘿 雖然他這個效果是可以 就是將對手一個 表測表示的這個 首輩表示怪獸 給變成攻擊表示 然後攻擊力會再下降600 可是 嗯 就覺得 啊 不知道該怎麼講 反正就是我 沒有放粒子小球 我暫時沒有考慮 當然這個主法不一定是對的 那取得代式我是放截子 那 沒有截子的話 可以用粒子小球 也是可以用 欸不是粒子小球 是粒子球 如果沒有截子的話可以用粒子球 不過 這就是這張粒子球 不過為什麼 這兩張我反而會放這一張 因為主要他是 粒子球他是一星的怪獸嘛 幾乎就真的沒什麼用 那 同為是守坑嘛 截志來講 那截志他好歹是一個上級怪獸 假設你的怪獸被無敵陷坑了 又或者是被對方的陷阱給惡魔鎖鏈鎖住了 那 你至少可以把截志用來升級召喚 所以說這也是為什麼 將 放手坑的 比較常見的 就是 會放截志 而不是放截球 這也是 對也是這樣 好 那另外一提的是 這個本家的陷阱 本家陷阱也有一些人會放 就是我方場上的怪獸被斬破 或被削破的時候 可以從牌組 將最多兩隻月光加入手 這張卡也是可以放 而且他說我方場上的怪獸被斬破或削破 這個沒有綁住月光 所以假使你的 比如說對方打你嘛 你挑面罩 挑面罩 然後面罩可能會被對方破壞 破壞的時候可以發動這陷阱卡 對然後又可以減鎖 不過這要不要放是看你們 我只能說有奇效 然後我只要目前是比較偏向不放 我自己目前是感覺會比較偏向去放一些干擾的卡之類的 當然這個是做參考 好 那我接下來講這一套的思路 首先是截志 截志就是前面講的 他就是一個手坑 就是一個栗子球 就是一個手坑 然後在一些特殊情況的場合 可能會用就是8升級召喚出來 就是這樣 那黃佑的話呢 是他第一個跟第二個效果 一回合各使之可以各使用之喔 我們讀一下 此卡存在於手牌或目的的場合 他存在手牌或目的的時候 可以我方場上的一張 除黃佑以外的月光卡牌為對象 發動 將該卡返回至只有者手牌 並以手背表示特殊召喚此卡 好 然後另外是 以此效果特殊 特殊召喚的此卡 從場上離開的時候 會被除外 這個會被除外 如果以這個效果特殊的話 這張卡離開的話 會被除外 對 那第二個效果呢 是此卡 因效果被送入目的的時候 被送入目的的場合 可以發動 從牌組 將一張月光的魔法陷阱 加入索牌 那這裡的話我們就是加入月光樓盒 或是 如果有放的話 就可以再 反正就是檢索 檢索本家的 那他combo是怎麼樣呢 我們拿 翠鳥來講 拿翠鳥來比喻 來舉例 我們來再讀一下效果 他效果是 一二效果 也是一回合 只可各使用一次 那第一個效果是 他通招 或者是特殊召喚的場合 可以發動 從手牌將一張月光卡牌送入目的 我方從牌組抽一張牌 換句話說就是 捨一 抽一 就是捨掉一張月光的卡牌 就是一些月光的怪獸 或者是月光的龍龍卡牌 反正就是月光的卡牌 對 然後你就可以抽一 那 這時候 我們來搭黃幼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就可以這樣 我們可以首先通招這個翠鳥 發動他的效果 發動他第一個效果 我們將手牌的黃幼 丟到墓地 那這時候呢 我們會觸發這個 黃幼的這個第二個效果 我們可以 再從牌組 減一張月光的魔法獻情卡 那這時候黃幼在墓地 對不對 那場上 場上有一隻翠鳥 對不對 就我們剛剛招的 那這時候呢 我們可以發動墓地的這個 黃幼的第一個效果 將場上的這個翠鳥 彈到 然後 反回到我們的手牌 然後 黃幼就會手被表示復活 這樣子 資源呢 資源就不會虧 這樣資源就很賺 這樣就是 蠻賺的 比較不虧 那接下來是翠鳥第二個效果 我們講一下 此卡因應效果被送入墓地的場合 可以我方墓地的怪獸 以及被除外的我方怪獸中 這代表說不只是墓地喔 連除外區的也可以喔 以一隻月光翠鳥以外的 就是除了他這張自己同名卡以外的 等級4以下的月光怪獸為對象發動 以手被表示特殊召喚該怪獸 然後以此效果特殊召喚而來的怪獸 起效果會被無效化 那這個怎麼講呢 恩 因效果被送入墓地嘛 那最簡單講的就是 融合 因為月光融合就是 就是直接把它送到墓地喔 這是最常見的 那送到墓地嘛 我們可以再將一個墓地的或是除外區的那個月光 然後特殊召喚到我方場上喔 那我們剛開始不是講的嗎 黃釉 黃釉他有一個效果就是 如果以第一個效果復活的他 離開場上他會到除外區嘛 那通常我們除外區都會有黃釉 常常都會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透過翠鳥的這個第二個效果 跟他叫回場上 可以這樣做 嘿 那 那 就就是這樣 那 嗯 差不多就這樣 那就是四情況 你看要特招哪一隻 四情況 當然你也可以就是 復活白兔 復活白兔 那我們讀一下白兔的效果 畢竟我們都講了他 他的效果是 此卡召喚成功時可以我方目的 一隻除月光白兔以外的月光怪獸為對象 以守備表示特殊召喚該怪獸 那第二個效果呢 是一回合一次 可以對手場上的魔法陷阱卡為對象發動 其數量最多為我方場上除此卡以外的月光卡牌數量 然後將該卡牌返回至持有者手牌 簡單來講就是他通罩的話可以復活目的的月光 除了白兔以外的月光怪獸 然後第二個效果呢是他可以彈對手的後台 假設場上只有他一張月光的話那就不能彈 那如果有兩隻 就是一張白兔加另一張任何一張月光就可以彈一張 那如果有兩隻的話就可以彈兩張 就是這樣 那我剛剛講到一半喔 為什麼說翠鳥可以復活白兔呢 雖然這個以此效果復活的白兔 以此效果特招的白兔他的效果是無效化 但我們還是可以發 如果有旁邊有月光的話 就是場上有除白兔以外的月光的話 我們還是可以發 那雖然效果被無效化 但我們發的有時候可以騙到對手 這其實不要小看喔 很多對手都被騙到 他不知道其實效果被無效了 然後你可能用這個點他的後台 然後他不知道你的白兔其實是沒有作用的 但他還是會發動 這是其一 這是其一 其二呢是怎麼樣 就是你可以透過墓地的黃釉 如果你墓地有黃釉的話 你可以將場上的白兔 所彈到你手上 然後手臂表示復活黃釉 那換句話說你就可以把墓地的白兔 彈到手上 就是回到你手上啊 回到手上 那白兔呢也是這一套一個續航力 這個續戰力的一個關鍵神卡 因為他第一個效果 通罩的時候可以復活墓地 這個效果就很強 這個效果就真的蠻強的 那怎麼講呢 比如說比如說 國防手牌有一張白兔 然後有一張黃釉 然後墓地呢 墓地有一張翠鳥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首先我們通招白兔 然後發動他的第一個效果 我們復活翠鳥 從墓地把它復活上來 那這時候翠鳥被復活嘛 我們可以用他的第一個效果 就是特殊召喚成功的場合可以發動 從手牌降一個月光的卡牌送入墓地 我們就可以將黃釉送到墓地 對不對 這樣子就會觸發黃釉的第二個效果 然後 我們可以見說那個月光的魔法陷阱 對 然後 對 就是我前面一開始講的那個compo 反正就是白兔就是差不多就這樣 那這整套就還有這個紅狐沒有講喔 紅狐就是 齒鳥因效果被送入墓地的場合可以對手場上一隻表示的怪獸為對象 那他的攻擊力直至改回合結束 使變為0 變0 對 這就很變態 然後他第二個效果呢 是以我方場上月光怪獸為對象的魔法陷阱 怪獸效果發動的時候 可將墓地的此卡除外並發動 使該效果無效 然後雙方會回到一千 回復一千的生命值 就是加一千的生命值 對 這個 這一張卡 換句話說這一張卡在墓地 就是等於給我方場上一個 場上的月光怪獸有一個抗性 可以抗一次 比如說對手可能 開個控制器啊 比如說 對手可能會開個控制器 控制器又或者是月之書 或是聖槍 或是任何一些指定的卡 那指定的月光怪獸啊 你這時候可以開紅符 他的目的效果 他的第二個效果 就可以給他抗掉 然後抗掉的話 雙方就會回復一千的生命值 不過他這個雖然被 會除外 從目的除外 不過這個紅符被除外 就像我剛剛講的 你也可以透過翠鳥的效果 他從除外去再 各招回場上 所以說這個 也不用太害怕 另外 我再講一點 我另外再講一點 我突然想到 比如說 比如說如果你 牌組沒有紅符怎麼辦 假設你牌組沒有紅符 你紅符可能都在墓地的 對可能都在墓地的 那對手場上 有一個攻擊表示的怪獸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你可以透過白兔 白兔 白兔復活這個紅符 然後從目的復活到場上 那這時候你在發動龍河呢 對不對 你就可以觸發到紅符的第一個效果 把他 攻擊力變0 對就是這樣子一個利用 這個combo 對 那接下來呢 是這個月光龍河 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卡排名 一回合只可以發動一張 因為這張卡是還蠻強力的 他這張卡是蠻強的 所以他一回合的限制 只能發動一次 那我們來讀他第一個效果 從我方手牌場上 將月光龍河怪獸卡 規定的龍河素材 怪獸送入墓地 並從額外牌組龍河 召喚一隻該龍河怪獸 呃 好我們就讀到這裡 從在這裡之前呢 他就是一張普通的龍河卡 就是這張龍河卡 他就是一張龍河卡 不過為什麼叫月光龍河呢 因為他有後面這一段 呃 對手場上存在有 從額外牌組 特殊召喚而來怪獸的場合 可以 將我方牌組 或者是 額外牌組 最多將 一隻月光怪獸 作為融合素材 這個是最關鍵的 這是最關鍵的 這是最關鍵的 這也是月光龍河 最強的 效果 最強的效果 嗯 就是對方場上 有一個從額外出來的 額外出來 那個就是 融合 融合 或是 同步 或者是超量 反正就是這些從額外出來的 就是 你發動這張龍河卡 月光龍河 你就可以 選擇 牌組 從牌組選一張 或者是 額外牌組選一張 當作素材 那這一張卡也很關鍵喔 比如說你對手場上 有一隻攻擊表示 攻擊表示的怪獸 你想要讓他攻擊力變0 但是你手牌 或者是場上 也沒有紅 你紅虎可能在牌組 那這時候月光龍河 你就可以 從牌組 丟紅虎下去 對 那 對 就可以觸發紅虎的效果 讓他變0 欸 傳這張卡 應該也不用太講的 應該就是這樣啊 就是可以 從牌組 或是額外牌組選一張 當代替 好 那月光龍河講完了 剩下最後就這兩張 這個叫虎姬 我們也很多觀眾是稱他為大姐 月光大姐 這張卡也是之前讓黑魔島非常痛苦的一張卡 基本上之前黑魔島遇到這個虎姬 基本上就只能投降 基本上 好 來 月光的怪獸乘與3 如果你要融合這一張的話 你需要三張 這個月光的怪獸 好 那 茨卡緊可融合特殊裝潢 茨卡片名的第三個效果 一回合一次可使用一次 他的第三個效果一回合用一次 好 那第一個效果是 茨卡攻擊力 上升雙發目的 受戰四足怪獸 以及被除外的 受戰四足怪獸 數量乘以200 就是他打點3000 可是你目的跟除外區 雙方的 受戰四足的數量會再加200 你看 像這個月光啊 月光都是受戰四足 尤其都是受戰四足 所以說 基本上你出這一張 你攻擊力會是3600 基本上 因為 三隻嘛 那三隻的話就是200乘以3 就3600 不過有一個情況例外 你可能會用翠鳥 復活一張 那你如果復活一張的話 你可能就變3000次了 反正他的第一個效果就是這樣 就是一個打點 好 那第二個效果呢 是 持卡不會成為對手 效果的對象 這也是最關鍵的 讓黑魔腦直接投降的 一場效果 就是 他不會被指定 他不會被 反正不會被指定就對了 不過 他 會被非指定的卡給用掉 非指定的卡 比如說 那個槍龍 比如說槍龍 槍龍呢 就是 非指定 槍龍就是非指定 以及說 像一些 波紋啊 或是 分段之幣啊 或者是 那個 始祖神 這個是波紋 始祖神是什麼呢 雷龍的那一張 我還是 打給他 始祖神 像始祖神 反正 一些非指定的卡呢 只有非指定的卡 才可以直接 破壞掉 一些非指定的 那非指定 我記得還有叫什麼 尖刺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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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些也是 那除此之外的話 你要贏 一般玩家要贏過月光 武器吧 基本上就是 靠打點 基本上就是靠打點 要不然就是 呃 靠非指定的卡 不然就是 靠那個 那個叫什麼 那一張卡叫 血魔滴 啊 不過血魔滴 現在比較 比較沒有什麼人在玩 比較少見 為什麼呢 因為 我有想說 為什麼血魔滴可以呢 因為 只要持卡存在於貴獸區 然後對手場上 表示貴獸效果 會被無效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武器他效果就沒有了 還有這個 青年雙暴獵龍 第三個效果也是可以搞掉 武器 你看 對手怪獸因此卡的攻擊 會被破壞的傷害不夠解析詞 所以把怪獸給除害掉 那還有這個 電子龍的腦溢出 也是非指定破壞 所以說 如果你 對方 你遇到電子龍 然後對方發生難攻腦溢出 然後你 你的大姐被炸掉 不要太疑惑 因為這個是 非指定 所以說 嗯 所以看似無敵的虎姬 其實還是有很多 可以攻破他的 一個方法 嗯 那還有這個 閃光龍 閃光龍 這個超亮的 也是可以幹掉虎姬 還有聖騎士的話 就是靠王妃的 這個 暗屬性的效果 反正一些非指定的卡 還是可以處理掉虎姬啦 不過 大致上還是比較 比較難打的齁 尤其是 尤其是光子龍齁 那個 銀河眼光子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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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看到估計就是只能投了齁 好 那第三個效果呢 是可將墓地的磁卡除外 另以我方場上一隻龍河怪獸為對象發動 該怪獸的攻擊力只是回合結束時上升3000 然後 然後磁消果於磁卡被送入墓地的回合不可發動齁 這個要注意 就是 單回合送墓 你不可以說 喔 你場上可能有虎姬嘛 然後你想要再融合一隻 然後你故意把他送到墓地 然後想說發動他墓地的效果 不行 這個要等一個回合 這不行 那 他這個上升3000呢 以啾啾的話來講就是 這是我最後的波紋啦 就差不多這樣 就是可以讓你攻擊力 直接上升3000 如果是貓雞嘛 那就是2400加3000 變5400 差不多就這樣 好 那虎姬就是這樣 大姐就是這樣 那接下來我們來講貓雞 也是最後了 他的條件是月光要兩隻 大姐是三隻 那這個貓雞是兩隻 那他的第一個效果呢 就還蠻可怕的 他第一個效果就還蠻強的 這當我想起之前的自閉齁 很好 找到老院的自閉 自閉來玩這個一定很可怕 就是 他不會被 戰鬥破壞 第一個效果 他不會被斬破 這就很 很不錯了 在早期來講 那第二個效果呢 是一回合一次 可於我方主要階段 一釋放我方場上一隻出此卡以外的月光怪獸 並發動 此回合對手怪獸不會 因各自僅一次的戰鬥被破壞 此卡可對全部 對手全部的怪獸各發動兩次攻擊 所以 換句話說 你發動他的第二個效果 那 你發動的話 那 對方場上 這時候 他們 戰鬥 他們的怪獸 都有一次 防戰破 他 都有一次可以抗戰破 那 就是 對手的怪獸 你要打兩次 他才會被破壞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當然是 他的道理 來我們讀他第三個效果 第三個效果是 就是史卡攻擊血 是 可發動 給對手100的生命值傷害 那 就是 如果對手場上有三隻 那三隻的話 你 各打 各打六下 等於說各打六下 你可以 就是給600的傷害 對不對 而且 打兩次 對手才會死 那對不對 給他的傷害也是 可能說打一次 比如說 兩千次 然後對手的 怪獸攻擊力 攻擊力是一千次 差一千 那你原本說 打他一下 打他一下 他可能就扣一千 一千就送到目的了嘛 可是 他會變成 因為你第二個效果的關係 他第一次不會被占破 這換句話說就是 你打他一次 扣他一千 然後他不會被破壞 你再打他第二次 再扣他一千 變成兩千 對 然後因為他第三個效果 你打兩下 就是 100乘以2 就是 兩千二 你懂了 這個效果 這個意思 好那 那這一張應該也講完了 那 值得一提示他這個 紅壺 其實 我想要額外提一下就是 比如說 對手有一張 比如說對手有一張後台 比如說對手有一張 聖槍好的 反正就是任何一張指定的卡 比如說 那對手 對手有一隻 攻擊表示的怪獸 那你這時候 發動月光紅盒 然後 把 紅壺 再加任何一張月光 送到墓地 然後 召喚 貓基 召喚木耳貓基 然後發動紅壺的效果 對方的攻擊力會變成 0 那這時候呢 對手如果 發動後台 對發動後台 來指定你的月光 貓基的話 比如說有可能是因果切斷 也不一定要勝槍 有可能是因果切斷之類的 那 這時候呢 我們為了保護 場上的貓基 不被因果切斷 因果切斷 還是 收一下給各位看 免得 免得有那個 新手 新手 不知道 因果切斷 還是收一下 就是這一傷 那假設 有因果切斷 來指定我們的貓基 那這時候 我發動 墓地的紅壺 為了不要 為了保護我方場上 那個貓基 不被因果切斷 給切掉 我就發動效果 發動他第二個效果 就可以 讓因果切斷 失效 那這時候呢 雙方的生命值 會加1000 那通常來講 我們生命值都4000 除非有一些玩家 玩一些其他的技能 不然我們生命值 雙方都會4000 那這時候呢 雙方就會變成5000 你懂嗎 這樣子如果發動這個效果 雙方生命值會變5000 對不對 5000對不對 那 貓基他的打點是 2400 對不對 2400 那我們打他那個 攻擊力變成0的 打過去 然後配合第三個效果 給100 給100的效傷 那等於說是2500 打過去變成2500 打一次 然後又因為他的 第二個效果的原因 我們 又可以再打第二次 而且他也不會 第一次不會被戰破 那我們再打第二次呢 啪 又是2500 這樣子就剛好5000了 你懂嗎 所以說 就算紅胡可以 補他1000的生命值 但是 我們這個貓基呢 打兩下 也是可以達到5000的打點 所以說 所以說這個月光 要搞鬼殺 還真的是 蠻可怕的 還真的是蠻可怕的 對 你不要以為說 這個補雙方生命值1000 哇 那我還幫他補1000 那他不是 可能就不會被灰殺嗎 喔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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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定 對不對 冤貓基 可以給予對手5000的傷害 那我最後補充一下 那技能方面的話 如果你不要用秘玉拖擺的話 也是可以用這種 召喚神 就是 我方減少1000生命值的時候 就可以直接 降一張手牌 返回牌族 然後 直接 拿一張龍盒 然後 技能可以發動兩次 之前我是 之前月光 我有用這個技能 然後是搭宇宙炫 那 這裡是 之前的主法 就 參考參考 那我也沒想到 我牌組講解 居然會講這麼久 我也蠻好奇 有沒有真的 有觀眾真的 聽我上面講完那一些 如果有的話可以 在留言 出個身份 我還蠻好奇的 嘿 那接下來就是實戰精華 成績 一條 就比較 成績 成績 我把你被你欺負了我 我在前被你叫我 不容易的事 但我和你 我和你 好 我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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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惡這回燒不掉 等一下我抽牌的時候有反應嗎 我看到這回留言 我看一下 抽牌的時候 我看一下 抽牌的時候沒反應 這就有點小 尷尬我覺得 炸掉好了 如果切斷 那就該炸 為什麼不發效果 是發不了啊 因為 這個問題 對 我之前也有疑惑過 不過 就是因為大 因為那個 光子他的那個效果是指定 就是一個指定跟非指定的概念 呵呵呵 欸我真的不妙欸 還要指定 對啊 我一開始也是覺得很神奇 還要指定 感覺就有點像非指定主 可是事實上就是這樣 嗯 嗯 事實上就不是這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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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比較特殊 我們一般以前玩的指定 都是真的要去指定 可是光子龍的指定 卻不用指 嗯 所以就會覺得 欸為什麼 我懂你的心情 我懂的 我懂的 我一開始也是覺得很 很神奇 融合 看他會不會玩 如果他這裡不跳的話 他來不及 他就輸 好那他輸了 還是說你要我跳上來 你再跳 啊沒有 那他沒了 OK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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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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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モンスター効果 発動 哼哼哼 跳啊 跳啊 嘿 跳啊 掙扎啊 小夥子啊 好啦 你沒了 掰掰 啊 嘿嘿 欸 掰掰 モンスター効果 発動 我跳了嗎 雖然你跳的也沒有用啊 我以為他會試著去掙扎一下 這就是他的問題啊 他太年輕了 要不然就是 要不然他應該要直接跳 要他跳的話 我就不能指定啊 要不然是 要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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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出生了 來吧 但是你現在來點贏 好 presents 劇的 可以 是 現在在有提示 可以 你不需要 可以 onder 對 悲劇 插槍 喂 臭場地 啊不就好險傷害 阿浮就好險攻 我生命只還有兩百 阿浮就好險 可是他也沒了 阿浮就好險 差點死去喔 真的真的 嗨 嗯嗨 猛獵劃 好 猛獵特殊召喚 手札 魔法 還不 猛獵劃 威火 你快哪 你想要叫那個 大師兄是不是 啊 然後再開一張 然後大師兄姿勢 來啊 等一下 我先死排一下 這火火是一定要下去 我有一個想法 欸 嘿嘿 欸 不寂寞 不寂寞 兩隻都一起變靈 有趣 嗯 你發在 Discord 發哪裡啊 嗯 大師兄 大師兄要來了啊 來啊 嘿嘿嘿 大師兄來啊 哎呦 啊 對 大師兄 就這一隻 嘿 欸 欸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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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 嘿嘿嘿 消化渣 不急不急 給你殺beast 大方送 嘿嘿 掰掰 最後一集 哈哈 大師兄還想出來啊 還想出來啊 兄弟 嘿嘿嘿 對啊對啊 如果我先把他打掉的話 他大師兄就出來 他大師兄出來的話 我就 我就不能這樣的 你懂嗎 我就只能打大師兄 所以我 剛剛 就有想到有可能這種情況 所以我就 用兩隻紅虎 嘿嘿嘿 太神了 太神了 什麼 我 超出牌吧 啊 我的運命 我 這可奇 這三大師兄 這時候有個巨蚛,對不對 我的 als 我 算了,反正我也殺不死他 有什麼分都來吧 因為我也一回殺不掉他 他夜間射擊開了 沒有回殺的話他等等又有一個位置 你們拆吧,給你們拆 聽觀眾的,好不好 你測,好,聽你的 太神了吧 這幾次直骰直混觀眾都是百發百中 觀眾都沒有猜錯過,太神了吧 太神了 我要直接打過去嗎 我在思考 我覺得 要這麼早嗎 我要 好吧 來 直接龍了 喔 亮子貓 對 猜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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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懂你這個感覺 嘿嘿 等下幫人家戴抽 幫人家戴抽都很歐洲 結果抽到自己的號就很悲種 我的回合 走 暗自然 啊? 哇 Reverse Card 喔 喔齁 這個我真的有一點意外 還有人玩這個喔 魔法發動 欸?其實 也沒有喔 因為他那個不是快 他目的沒有快手 酷欸 反正我中間的戰鬥不會被戰破 嗯 很酷欸 這也不要跳 跳了就白痴 酷欸 來個颶風 終結這一場戰鬥 啊靠沒有 我想說不給颶風呢 給個兔子 其實也沒關係啦 我還用一個紅狐下去 他基本上 對不對 來吧 紅狐下去 欸 太神了啦 好 威靈 喔 這裡就復活 另外喔 這個紅狐要留在墓地 這要留在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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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還有一個後台 我不知道是什麼 這是一個小細節 嗯 醬心得ください 鎖煉 阿賣賊 來 喔 嗯 開你的手坑啊 加一千啊 加 我還想說 他會不會掙扎一下 太神奇了吧 我是12 12連勝還是 13連勝 爽 爽 爽 應該13吧 還是12 九星 二 三 三 二